经常从电视、媒体报导采访全世界各国人类 他们总是不另于分享自己长寿的秘诀 但这些长寿的生活方式是真的可行 也能适用在其他人的身上吗? 有专家提出警告 这些人类的长寿秘诀 最好是听听就好 可别当真了 8月19号去世 想松受117岁的西班牙人类莫雷拉 他曾在过去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长寿的秘诀是生活规律 宁静和家人朋友保持良好的联系 多接触大自然 情绪稳定 没有烦恼 没有遗憾 心态正面积极 并远离那些对自己人生有毒的人 不过根据英国卫报采访 英国布莱顿大学生物老年学教授法拉格 他表示 其实科学家现在还无法确认 这些能活到100岁以上的人 长寿的真正原因 法拉格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幸运 他表示 人人们提出的长寿秘诀 可能刚好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 并不表示这些习惯会让他们长寿 他举例说 如果你一天抽60支烟 刚好又活到100岁 并不表示一天抽60支烟 对你健康有好处 第二点 这些百岁人类身上可能有长寿基因 让他们活得比一般人更久 所以他的结论是 千万不要接受这些长寿人类 所提出的生活方式建议 而且还照着做 法拉格说 其实仔细看这些报道 会发现这些人类 大多数都不太运动 而且饮食上也不健康 这些都与目前所进行 延长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理论背道而驰 法拉格说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不吸烟 保持运动习惯 每天吃5份蔬菜水果 可以让预期寿命延长最多14年 这说明了很多百岁人类 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却还能活这么久 要么是运气好 要么是他的基因非常好 莫雷拉过去采访中也承认 其实运气也占了他长寿原因的一部分 他的女儿曾告诉当地电视台 表示妈妈几乎没去过医院 也没有一些让自己疼痛不舒服的小毛病 法拉格认为 长寿的因果关系 有时候可能要倒过来看 像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正或许就是因为人类有着好的基因 没有身体病痛 也让他们的精神与性态上 更趋于正面积极 卫雷大学学院的遗传学家吉姆斯表示 一般来说 女性比男性衰老的更慢 性别是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运气其实也很重要 像是衰老率的自然变异 也是运气的一个例子 不过吉姆斯也表示 一些外在的因素 像是医疗保健和卫生方面的改善 也可以帮助提高人类平均的预期寿命 医学进步 医疗水准提升 让人类近百年来平均寿命明显增加 英国医间国际长寿中心执行长 辛克莱尔指出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 因为疫苗的发明与饮用干净水源 让儿童死亡率明显降低 也提升了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 他表示 从过去20年到未来20年 疫苗以及新型药物的问世 也可能让老年人的寿命更长 但辛克莱尔也指出 人们现在活在更难养成运动习惯 能够吃得健康以及没有污染的环境中 这些都要靠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提供人民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长寿的人在生活上 也不如外界看得那么美好 经常有亲友陪伴 子孙围绕在身旁 事实上 他们通常都是长时间的独居老人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 十分钟 得很容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